關於手工的電視 到外面這裡的孔就可以慢慢的做小一點 下面我們就開始搭拾線 大概這樣我們用來過 我們就放這裡 先用主刀 不要打斷它 打斷的話在後面就連接不起來了 之前必然再接一點出來 再接一點 垂一點下來 現在泡下水 我們來做水槽 用這樣的方法 再做幾條 下面我們就開始刻神仙魚 我們要把它粘在一起 一定好像在弧度 只好你沒做 首先就是做成扇線 先把它輪廓 把它框出來 我們可以把它那個魚擠這個地方挖深一點 裝上一個小樓框的葉 刻點沒急 再刻兩條它的標誌性的長期 再刻兩條它的標誌性的長期 然後把它裝在這裡 下面做上面就可以了 把它用五六攪在這個 現在把它組裝在一起 把這個石頭 把它裝上 旁邊這裡再做一個小小的一個小珊瑚 這個從這裡 這裡再插一個出來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放在這個位置 我們把它放在這個下面 我們這個神仙魚的 作品就是刻仰 比較簡單的 刻點水草 刻點珊瑚 搭配一下 細節比較多 但是刻起來的時候 掌握方法 還是很容易的